粉丝提问,如果吃鸡加入真正的电动汽车会发生什么? 吃鸡里的都是汽油车,虽然也有特斯拉,但它只是一个皮肤,本质上还是汽油车。 那么如果加入真正的电动汽车会如何呢? 1.地图必将加入充电站。 电动汽车不像汽油车,可以捡油桶给车加油。 电动汽车只有充电才能行驶,所以如果吃鸡加入电动汽车,肯定要加入充电站。 有人说,吃鸡里的油桶是燃料电池包,可以直接给电动汽车使用啊。 其实这只是光子的设定而已,现实这么小小的电池包怎么可能给电动汽车加满电呢? 2.电车人人必强。 电车的性能不是油车可以比你的,因为电动汽车的性能实在太强了。 就拿游戏里的特斯拉来举例,如果加入的是真正的特斯拉,属性完全还原它的性能。 那么它可以在3到4秒内,从时速0到时速100千米每小时。 这个加速,吃鸡里的油车简直不敢想。 而且电车没有变速箱,加速反应特别快。 加速性能也很优异,能更快地把车煞停下来,更不用说自动驾驶等等了。 所以电动汽车的性能都太强了,玩家看见肯定必强。 3.玩家会省着电慢慢开。 电动汽车最大的缺点就是要充电,如果加入充电站,那肯定也要充一会儿才会加满电。 想象油车那么方便是不可能的,所以开电车必须省着电慢慢开。 防止到了关键时刻没电了,又充不了电。 教会认为加入电车是可行的,游戏会有更多种选择。 教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好了,我们下期见。 我们下期见。 我们下期见。